路邊行人要過馬路看到車輛停下 行人揮手致意 手裡拿著飲料想要跑步 但斑馬線才過一半 突然一輛休旅車高速衝出來 直接擦撞 行人緊急殺停 身體跟手躲過 但飲料卻被撞飛出去 整個人原地轉一圈 後面的富人退後兩步嚇呆了 但肇事駕駛沒下車就離開 根本就無視於這個 行人穿越到他的一個功用 事發路口在台南市立醫院附近 你要飛出去 差一公分就把人撞飛 影片底下網友留言 看別人停了 自己還不停 行人竟然卑微到 要跟違規駕駛道歉 這樣開有夠可惡 如致人受傷或死亡處罰 新台幣7600元以上 32000元以下滑環 還有這出路口 男子牽了兩隻狗過馬路 但汽車疑似太靠近 男子瞄一眼居然不走 站在路中央 眼神挑釁 他不走什麼意思啊 他叫擋夢嗎 接著在身上多摸洗澡 從口袋掏出煙 邊點邊抽 讓駕駛傻等一分鐘 這什麼這樣子 最後行人似乎氣消了 全狗離開 影片PO上網有人質疑 行人抽煙皇帝大 但有的認為 汽車一直滑逼行人 就不要怪別人要弄你 行人地獄繼續上演 把行人撞到原地專一圈 引量噴飛 卻也有霸佔斑馬縣 抽煙皇帝大 行人亂象超傻眼 記者有在關章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字幕提供 提供 確認 風格 八 氏